Hello 欢迎来到毛蛋的视频 今天呢是一期跟大家叙叙旧的视频 那我最近一直在准备一些年度爱用的合集啊 那我就半看了之前拍的 然后呢我就发现我之前有那么多我很喜欢的产品 都被我冷漠在角落 有很长时间没有拿起来用了 或者是没有拿起来给大家分享了 其实都是一些蛮好的产品 但是呢夹不住这个美妆圈的这样一轮一轮的更新 所以美妆不住 我不可能一直用过那两件我最喜欢的东西嘛 那就是视频的信息量就会很少 所以说因为我自己工作的原因呢 就好像曾经特别爱的东西冷落了 我觉得特别的浪费 自己也是觉得特别内疚 特别自责 到底是道德的伦争还是人性的扭曲 所以今天我赶紧把他们找出来 再给他们一起的关注和关爱 顺便呢回顾一下过去的自己 因为都是我可能是一两年前推荐过的东西 我拿出来用 就是内心有非常多的感慨 就边化妆边跟大家去唠嗑了 就唠很多就唠得还很远 并且很深我跟你讲 这期视频呢稍微有一点点治愈有可能 因为我会聊到我之前的有一段得抑郁症的经历 就是你们听到这句话是不是 啊 总会的医生 对啊 你们当然也有多愁善感的时候 好在我现在已经非常健康 非常充满正能量啊 因为你们有一直给我鼓励 我觉得真的真的 大家遇到情绪的问题啊 或者是身体心理精神上的问题 都要给自己足够的关爱 反正哎呀 我现在这会儿又越说越多 可能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段开场雨 然后即时收住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视频 我们就变个脸 准备好 好 啊 我最近太经常熬夜了 我感觉我自己的气色已经差到几点了 然后皮肤 哎呦 噪 我的皮肤好像也出了一些问题 这长了个痘痘 可能也是最近尝试的一些新的产品比较多吧 皮肤不太适应 那么首先我要来用的这个呢 就是挤进空瓶 并且一直保持这种状态 接近半年了的玛丽代价的妆前乳 我之前特别喜欢的一个妆前乳 这个我真的是在视频里分享过不下五次吧 并且呢我其实对它的评价一直都没有改变 就除了一开始用的时候 我没有太get到它那个好用的点 到后面呢我就是越用越喜欢 但是你敌不过各种新的妆前乳啊 需要我来试用来分享 所以呢我就把它冷落在了我的化妆柜里 那它上脸之后呢 真的是非常适合冬天那种季节 让你的皮肤瞬间保水 特别的滋润 它又不会搓泥 就是一个非常舒服的 像是护肤品一样的保湿妆前乳 让你的底妆特别的服贴 欢迎这个味道 接着底妆的部分呢我们来用 我已经冷落了半年之久的Bell的粉底液 其实现在在bilibili上SoBell粉底液测评 我的视频还是第一个boom出来的 就当时播放感还蛮高的 但是呢像粉底液这种东西啊 就是很容易出新品 然后我就会一直买买买 然后一直测评测评测评 我那么喜欢的这支Bell的粉底液呢 也是遭受了我的冷落 I'm sorry So sorry 我还记得当时拍这个测评的时候 是今年的5月份 刚刚从美国回来 这个是02号 看一下它的膏体 它的膏体呢在手上是一坨的 好 全脸涂完了就是这种妆效哦 一下蒙上了一层薄纱 你的皮肤肤质什么都会变柔和 但是又不会完全遮住你皮肤 应该有的那种texture就是那种肤感 你看吗 是我可能有史以来压力最大的一段时间 然后当时心情一直也不太好 然后出视频的频率也不是很高 但是我尽量的不要让我自己在镜头面前流露出那种焦虑感 就是那段时间对我来说还是挺难过的 我用的海绵蛋呢是RT的这个巨蛋 我还记得我最初最初买我第一个正规的海绵蛋的时候 就是RT的蛋蛋我当时是在美国亚马逊上买的 我当时觉得这好洋气啊都会海淘了 至今都记得非常清楚 就刚刚收到快递的时候我这样拿着还拍了一个照片 就像是开启了我的美妆之路 我今天用的这个呢就是RT的放大版 它特别大应该跟我半个脸那么大 并且它应该是一个身体上妆的那种海绵工具 我继续用BELL的这个粉底液 这个粉底液呢虽然流动性不是很高 但是呢它的滋润度还蛮好的 就是在冬天这个季节呢 用倒是也没啥压力 然后粉质妆面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就难以想象这是一个平价底妆能够达到的效果 并且我周围很多朋友就有的时候我去会问他们 哎你用什么底妆看上去好服贴好自然 结果都是BELL的粉底液 并且好多人都是看了我的视频分享去买的 你知道吗 这时候我的这个成就感就来了上来了 然后我用这个给它拍开 因为这个拍就是巨块 接着呢我们再来遮个霞 我之前特别喜欢的BELL NIGHT的四色遮瑕 也是被我冷落了很久 我之前特别特别喜欢这一块可以说是我 心头最爱的一个遮瑕产品吧 在我看来真的就不比那个德国面具差到哪去就是非常好用 同时价格又比较的便宜一些的 但是好久没用它表面都有点干干了 我就要用手把就画掉 然后我头上这个红疙瘩我都会用它这个偏黄一点的给它去遮盖住 这下来还是很好的 就是我很少跟大家会讲我自己的心情啊 自己的压力什么的 嗯然后我就看CathleenLights的视频 她就有的时候会跟大家讲述她这些焦虑症啊 然后自己身体的不适啊 我觉得也许看我视频的人会想要了解一些我自己的这种心境的变化吧 所以说今天这个视频呢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内心比较柔软的一些地方 哦今天的气色真的是差都不行了 嘴巴都发紫 眼下黑眼圈也挺明显的 遮一下 就是当时去美国的时候不是去见了我 真的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女性 就是Michelle Fan What are you wearing right now the foundation it looks so good I don't wear foundation I stopped wearing two years ago because I noticed my skin got worse 在美妆圈里待过一段时间 你就会知道她是一个多么厉害的人物 然后当我去到美国那边啊 自己亲眼看到我在美剧看到那些场景 我向往的人的那种生活方式 尤其是看到那么优秀的人 坐在我面前讲述她的经历 然后看到她的那种光芒 看到她的魅力 啊就一下子让我感觉到 没想到自己有这么多粉丝 大家为什么会关注我 我自己到底有没有那么优秀呢 我就开始怀疑自己 你看到Michelle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自己最想 又活成的样子就在你面前 你知道吗 然后你跟她之间的差距又是那么的巨大 你又觉得自己怎么努力 可能都变不成你想要活成的样子 然后等我回来之后呢 我就没有办法专心的投入我的工作 再加上之前就是网络上 大家对我的评价也好 然后当时又面临着一些合作款 联名款就反正各种压力全部压在我身上 我当时就喘不过气了 然后一下子自己就钻入了牛角尖 就是觉得自己 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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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卑 就觉得自己怎么努力都变不成自己想活的样子 就有自己有太多太多的局限 就当时就是这样的状态嘛 好说到这里我们要cue一下流程 接下来要订妆啦 我不希望这个视频的基调是那么沉重啊 就是因为我现在能说这些了 说明它在我心里已经过去了 已经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了 可以跟大家讲 我接下来用的这个呢 就是在我特别特别早期的视频里 我很喜欢的一个粉饼 到现在也是我非常认可这个粉饼的粉质妆效 特别特别适合冬天干皮来定妆的一个产品 因为我对比过它跟迪奥粉饼的那个粉质还有妆效 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棒 非常优秀 在日本的所有评价的粉饼里面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倩丽的 倩丽的这种这个白盒的小粉饼 它的粉质呢是非常有特点 看上去好像有一点珠光 但是上脸呢它不会发亮 会给你定妆 但是又很自然轻薄轻透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视频呢也会穿插很多我之前的画面 我觉得可能会勾起一部分老粉丝的这个回忆吧 就一路成长过来真的是收获了非常非常多 当然也是少不了大家的支持嘛 所以让我越来越坚强了 嗯 哈喽 接下来我们来画眉毛 今天用到的是深蓝彩妆的两支眉笔 对 我当时在测评他们家彩妆的时候 我发现眉笔真的超级好用 就砍刀型的眉笔啊 就评价彩妆里面 这家是做的最好的 我先用它这个灰色 我来填补一下眉毛空缺 我还记得当时拍这个视频的时候 就是坐在那个黄沙发上 所以如果我在画一个精致妆的话 我选择它着急出门 画日常妆的时候我选择它 它上色很好 轻松的可以画出眉形 当时是非常的自信和快乐的 就是我状态最差的那段时间呢 我能感觉到我自己这个 有一些问题 我自己心理上有一些问题 有一些病症 又很痛苦 然后找童哥倾诉呢 他又觉得我可能就是心情不好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我有一次呢就真的是受不了了 中国中呢也是有一些变故 所以我当时一下子有一些崩溃 然后我就去找医生去求助了 省精神什么卫生中心嘛 我真的是从来没想过我自己就会去那个精神病医院这种感觉 然后做了一系列的测试咨询 最终诊断为重度抑郁 我现在就说出来还自己这样难以相信 但当时真的看到那个诊断结果的时候 我反而是输了一口气 因为你知道你自己已经诊断了 你又会觉得自己这个是有方法可以治疗的 就不会让自己默默的承担这一切了 当时反而是有一种释放的感觉 就终于有人能够正视我现在遇到的困难 就这种感觉 所以就当时进行了一些治疗 然后吃了一些药物 整个人真的好了很多 所以我建议如果你感觉自己啊 就是精神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感觉自己很焦虑 很抑郁或者什么的 我觉得尽早的去咨询一下医生 因为这个时候真的可能没有人会理解你 没有人能够替你感受那份煎熬 但是如果你去找医生的话 他就会正视你的问题 就会帮你解决 帮你治疗 一切都会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不要自己扛着 就是当人抑郁的时候 就完全走不出那个死胡同 新买的彩妆对你来说完全勾不起你的兴趣 生活失去的乐趣 然后每天醒来 心脏上都好像有一块石头紧紧的压着 你就会喘不上气来 你会明显的感觉到自己 这个状态是不对的 然后变得极其敏感 只要生活中出现任何一点点负面的东西 或者是你在网上看到任何一个负面的评论 你所受的那种打击感 都是平时正常状态 像是十几二十倍那种 变得特别的敏感 特别容易焦虑 我今天画一个比较自然的眉形 然后我之前 你看我用的这个眉笔的颜色呢 都是比较深的 所以我之前那个眉毛都是 好像是比现在更有精神 然后从此之后呢 我就好了很多 你们就不用担心我了 虽然时不时还是会有一些焦虑的情况 比如说赶片子的时候呀 比如说推广期多的时候呀 我怎么说话都觉得不对劲 虽然这个东西很好用 但是别人一找我推广 我就觉得那个压力就多了好几倍 因为你要考虑自己观众的感受 避免有一些东西说的太过于夸张 但是呢同时来找你推广的客户呢 还是希望你能够多介绍一些优点 就是你怎么去衡量这个度呢 至少对于我来说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 就凭空的尬吹这样 我今天这个画杂子一打开呢 自己就是管不住了 接下来呢我们来画眼影 这个眼影呢是去年大火大火的一个眼影盘 就是大理石盘Vinus Marble 我之前呢也是有出过它的测评视频 Hi girls 有没有发现我今天性感酷炫的烟熏眼妆呢 这个眼妆呢就是用这盘来画的 就是现在网上非常流行的大理石盘 当时我就觉得性价比真正OK 并且它最出彩的地方就在于它的配色 它拿捏均衡的特别的好 现在拿出来看的话都觉得是一盘 值得每天拿起来用的一个配色 就它非常的日常 然后粉质呢 各方面做的都还蛮好的 基本上没有一个是你用不到的颜色 就它在非常日常的情况下 加了一个这种苍蝇绿的偏光色 就让这一盘呢又看上去有自己的特点 雅光的显色度非常好 然后珠光的眼整性也是很优秀 然后对于我来说上眼睛的那个妆效也是非常美的 所以今天呢我就重新来感受一下 网红大理石盘 它是一盘非常兼具功能性的眼影盘 它最浅的这颜色呢用来打底 用来晕开色画的边缘 然后今天就要给大家画一个比较精致的日常妆啊 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将眼影 这个影字要发挥到极致 就是要给眼睛足够的阴影 让眼睛看起来更深邃 不显肿 这可能是很多亚洲女生都特别强调的一点 第二个颜色我们用Vintage这个修容色 先给眼睛打上阴影 尤其是眼睛肿的妹子呢可以在眼球上方这块稍微的加重一点点 然后晕开 眼尾呢要稍微往后这样拉出来 有一个自然的那种尖尖 并且还要特别注意我们下面的眼窝 这个部分也要给它加上阴影 也就是卧蚕的这个凹陷的地方 其实这就是你的下眼眶的这个凹陷处 这个也要加上阴影 眼皮消肿 花束轮廓 在眼睛有阴影的情况下呢 我们再将带有色彩感的颜色涂在眼皮上 这样就不会让眼睛一下子显肿 然后我们用这个藕粉色 豆沙粉色 这个颜色非常的温柔 这盘就是有一些非粉 除此之外 真的算是一个可圈可脸的眼影盘 它那个色调的拿捏配色真的是非常棒 这样这个粉色上去呢就不会有那么肿的效果 接着我们沾取这个棕色 紧挨着我们的眼尾 画一条类似于眼线的一个 比眼线要更粗的一个阴影 下一点也是需要的 然后这个上去之后呢 拿一把小的这种细节的晕染刷 将这个边缘稍微给它晕开一点 这也是我一开始学眼影的时候 画的最多的这种方法 然后呢 我现在还会用这个颜色呢 加深一些眼头 让眼睛更开阔一点 上下眼头都是轻轻的 加上一点点的阴影 就够了 是不是感觉更开阔了 然后呢点上我特别喜欢这个 Unicorn Tears 这个也是我用最多的一个珠光色 将它轻轻的提亮在眼皮中间一点点的位置 我觉得不要太多太强细 就是有一点点光泽感就可以了 我已经忘了这个颜色有多么显色了 再给它晕开一点 然后呢再叠加一点点那个棕色 因为好像又被它盖住了 OK就这样画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眼妆 那接着我们来画颜线 我就是UKISS家的颜线笔 那一支呢就是不知道被我搞到哪里去了 所以我今天打开这一支 给我们国货的这个颜线笔 画一条眼线 我推荐的就是个软头颗 它画起来真的非常的快速方便 对于我这种眼皮来说 完全不暈展 变它的出水呢 在我看来是恰到好处 它之前那一支 我觉得出水稍微有一点点多 但是这一次好像 感觉画起来更 更细致了一些 它这个头好像变细了一点点 这个尾巴这样可以拉得非常的尖 这一支画起来的那个弹性柔软度恰到好处 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一支 然后它出来的这个颜色呢也是那种 偏向于稍微柔和一点点的那种黑色 所以我有的时候也会用它来画一些假的下睫毛 看 画出来特别流畅 感觉它的头变更细了耶 画出来更细致了 真的在国货眼线笔里面 我觉得UKISS家的还是挺值得推荐的 画上眼线 这眼睛是不是有神多了 我记得它防水也是特别好 有一次我去看电影 那个眼泪哗哗的流 它也没有说晕得很惨 就各方面性价比真的是蛮好的一个眼线笔 并且这个很不容易干 尤其是眼睛上粉状的东西很多 你就会画很久这个眼线 有的时候眼线笔就画上没水了 这个就不会 接着呢我们用玛丽安的睫毛夹吧 眼睫毛夹翘哦 就是在我压力最大的那段时间啊 我这个手指头就得了湿疹 现在我这个手指甲还没有长出来 因为这种湿疹呢要去医院做那种什么脱敏啊 就是各种比较麻烦 我自己就没那个时间 所以就一直拖着拖着 我这个手指头一直都没好 现在还是很惨的样子 人压力大的时候焦虑的时候 身体也是会出现一些问题 当我粉丝数量一下子增长起来 当我的评论变得有各种声音的时候 可能之前自己也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 可能一下子就慌了手脚 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办 怎么调整自己 开始失去了对自己的判断力 有的时候我就会拿别人的评价来 评价自己 就觉得自己不够优秀啊怎么样 就受外界的影响太多了 然后后面我就慢慢调整自己 就是你越是活在别人眼中 你就会越堕落 让自己活得精彩 千万不要被别人所那个左右 千万不要试图从别人的眼中 看到自己的优秀 人自信的缘程 一定要来自于自身有多努力 就是别人对你的评价 有的时候真的不是那么的重要 即便是我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粉丝 但是我也知道其中有一部分人呢 他并不是因为真的是特别喜欢我 而关注我的 所以有的时候他们给我的评价呢 也没有说是真的为了我好 或者是怎么样的 现在我用的睫毛膏呢 就是我之前一直还蛮喜欢的这个 力蓝菲的 国货力蓝菲 但是他真的 在正面你睁了眼睛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睫毛了 这不就很神奇吗 咦 我不推荐这个来刷下睫毛 十块钱以内一支的这个睫毛膏 你看他刷出来还是蛮给力的 但是呢 它这个硅胶刷头 可能有一些人就不喜欢 我现在依然觉得它是 就是二十元以内 睫毛膏里面最最最好用的 没有质疑 我喜欢就是有存在感的睫毛膏 就刷出来让我睫毛 非常明显的睫毛膏 虽然说它后卷度的效果 没有说那么强 但是它没有让我睫毛一下子 这样趴下来 我很满足了就 OK刷完睫毛之后呢 我们来画腮红 这个腮红呢 是我之前一直非常非常喜欢的 MUA的这个腮红 其实我在他家发现了很多好用的东西嘛 MUA的这一块 超美 今天我脸上是用了它 比较自然又比较元气 那段时间呢 我真的是对平价彩妆 产生了巨大的浓厚的兴趣 我就发现 很多平价彩妆 其实有不少好用的东西 就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是走上来 挖这些平价产品的道路 它的妆效呢 就是那种断光 丝绒断光的妆效 它不会给脸带来那种很厚的粉感 然后上脸的颜色呢 也是比较百搭日常的 最主要是价格真的太便宜了 然后它又是特别便携的一块 非常不占地方 所以我这个很喜欢 经常把它带出去 它还算是我 并不怎么冷落的一个产品 但是呢我在镜头上 可能就很少跟大家分享了 接着就是这块 我用了非常之久的 Physicians Formula的Butter Bronzer 你们一定能猜到到 大声的告诉我 就是这个Physicians Formula的 非常非常好用 这块真的是越用越喜欢 它的粉质啊 跟刚刚那个腮红也是差不多 看上去有一点点光泽 但是上脸没有出光感 就是感觉那个粉感被削弱了 上脸妆效非常好看 颜色又很自然 就上完底妆我就会 习惯性的拿一块这种骨头粉 来扫一下我的脸的这种边缘呢 减少跟身体的一个色差 这颜色对黑黄皮来说 一点都不会显脏 就是让你的粉底感觉 就是上的很专业那种 就不是一个大白脸呢 或者是一个非常平面的底妆 又很自然 就是让别人看不出 你这边有大东西 但是又带来一些自然的阴影感 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 今天晚上的高光呢 是曾经我非常非常喜欢 也是我从美国的时候 买了一块高光 它长这个样子 当时没有买到最热门的色号 但是恰巧是因为这一点 我发现了一个很好用的 让我喜欢的不得了的色号 就是这一块 我就用这个刹子 它有两个妆效 就一个是非常自然微妙细腻的 这个妆效 这个高光看到没 然后用它来提亮眉骨啊 提亮鼻梁啊 这种正面受光的位置 非常的合适 不会有一坨那种高光 在你鼻梁上的感觉 就感觉很细致很精致的一个高光 然后旁边这一块呢 其实你可以稍微的点亮一下 你的项骨最高点 是不是非常有存在感的这个高光 亮度非常够 看到没这个亮度真的是 今天的高光呢 让它自然一点比较好 最后呢我要用的这个口红 也是非常有回忆的一个口红 就是包装已经烂得不成样子 然后里面被蹭得很脏 它就是Wild & Wild的 诗诱也的雅光口红 我曾经最早的时候做过他们家的口红试色嘛 那是我第一次认真的拍口红试色 然后后面呢我也用这种形式拍了很多期 我用这个色号呢是913 到现在我是觉得它质地还是OK的 就味道不太好闻 这个颜色呢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颜色 要偏欧美一点点的豆沙裸色系 就是这个妆像 我看到这个口红一上嘴 就真的是所有的记忆全都涌上来 我就觉得这个样子好像是我之前的样子 今天让你们看到了我这个多愁善感的一面 我还记得当时做这个口红试色的时候 是多么多么的青色 然后那个视频我真的是不敢完整的去看了 因为觉得处处充满着尴尬 感觉非常的作作 我不知道可能现在看上去也是很作作 自己偷偷的看我都会觉得很尴尬 就是满屏尴尬 所以我希望你们也不要去翻看 我只是放了几个就是那种片段 让你们感受一下就是当年的毛袋 现在这个视频也是跟大家聊了很多 我进入这个行业呢已经是两年了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呢并没有抱着 就是说要把它变成我自己事业 我只是完全是因为好奇 因为喜欢 因为想分享 我就觉得我们中国女孩都不够 怎么说呢 不够爱自己 我就想让大家感受到 如果你给自己更多的关爱 你自己会收获非常多的开心 你的生活也会越变越好 就想传递一种正能量吧 虽然我现在是不是会有些焦虑的情绪 就是担心我这期视频应该拍什么内容 大家会不会感兴趣 我推的这个产品是不是你们已经看腻了 或者说我有没有追上这个美妆圈的脚步 自己拍这个视频到底有没有价值 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虽然让我现在没有那么轻松的坐在镜头面前 但是呢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后悔 因为我现在积累了很多 我收获了这么多的观众 对不对 我感觉有很多人还是用我的视频来学习化妆呢 来接触很多的彩妆信息 跟我最热爱的东西在一起 将它变成我的事业 让它继续发光发热 最后呢还是要感谢那些一直为我加油鼓劲的蛋仔们 我想对你们说一句 你们真的很有眼光 希望我们能够继续一同的成长 共同的进步 唉这期视频怎么拍到最后有点怪怪的 希望没有让你们尴尬呀这一期视频 总之呢就是感恩的心 感恩的心 然后做最好的自己 用心的对待每一件事 其他的事情呢就少去担心 一定要活得自在 一定要活得轻松 一定要活得自信 嗯 为什么感觉我之前是一个很自信的人 然后慢慢慢慢的变得不太自信了呢 不行 我相信自信是快乐的源泉 我要重新自信起来 美妆微賞快来支持一下你们的大耳衣 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希望大家看完这个视频呢 不要为我担心 因为我现在很好 我现在已经不像前几个月那么压抑 那么有焦虑情绪了 好了 完全不知道这个视频怎么结束了 那就祝大家新年快乐吧 拍到最后很开心 很释放很轻松 OK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希望以后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 更多正能量